- 下午3點鐘 歡迎收看旗海論壇 今天在家庭指數部分 是稍微開低走低的格局 那麼期貨市場同步的 今天跌幅也稍微比較重一些了 今天在操作面的部分到底該怎麼辦呢 尤其在個股的部分投資也蠻關心 除了指數之外 個股要進一步來掌握 但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說 在摩台今天結算了 這昨天建安哥也說摩台結算小心喔 可能會有變數 果然今天真的跌比較深一點 到底還怎麼來看 我們趕快邀請老師巨洋投顧的資深陣旗 雙分析師鍾建安 建安哥你好 好 依化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建安哥 今天起貨9428 大跌了將近百點 百點人家聽到說 還不錯 應該會有行情啊 如果懂得來做對方向的話 好 但今天實際操作面的話呢 好的 怎麼辦 怎麼辦 大家都期待什麼拉高結算對不對 對 好啦 建安老師跟你講 面對這個行情 你有感覺很奇怪嗎 改進去的時候你不敢進去 真的跟觀點的時候你把它衝進去 結果倒退後 你厲害了 慘了慘了 這是要怎麼處理 建安老師跟他講 面對行情 你對這個行情一定要屬於自己的看法 建安老師有常常跟他講 這就是境界嘛 對半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境界啊 所以如果對大盤沒有見解 你就三個黑白目 散戶的毛病是什麼 第一個毛病就是說 三個亂亂亂目 會記得嗎 所以對大盤你一定要屬於自己的見解 見解最重要 來 所以我們來review一下 這陣子以來 建安老師告訴你的 見解有幾項 他已經過了 他覺得建安老師跟你講的 到底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 之前是不是跟他講說 岩水風泡行情 為什麼 因為既漂亮又危險 請你記得把你的安全帽跟好語意 把它準備好 對不對 接下來我告訴你 最害怕的就是 迎接史上最難操作的圓越行情 對不對 建安老師是不是跟你講這樣子 每一次我都希望給你一個最漂亮 不是最漂亮 應該是最貼切的topic 最貼切的標題 讓你知道說 對 看來這個標題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 岩水風泡行情 告訴你安全帽跟好語意 又告訴你 圓越史上最難操作的圓越行情 都沒那麼差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的一個行情是什麼 是不是磨台結算 磨台結算 開始慢慢拉高的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現在已經是多方趨勢 不是你懂不懂 而是你敢不敢的問題 你一定要懂得克服人性 當你克服人性 用運用工具的話 這些點數都是你的 這些點數都是你的 因為我畫了一張圖 對不對 我是不是把磨台的結算日 我都把它圈起來 有機會去什麼 拉高結算 對不對 這幾天是不是都這樣 那在昨天的時候 我告訴你什麼 這就是對大盤 你要許之的見解 當你知道這個見解之後 我跟你講真的 你一定會安全的下樁的 因為昨天 我是不是跟你講 不是今天才告訴你下車喔 今天告訴你下車 就100點了喔 昨天是不是跟你講說 你要優雅的上車 你也要懂得優雅的下車 見解老師不是故意 這沒有了 你下車要幹什麼 我跟你講 我也不能講那麼明白 對不對 我就講做多做空 這個已經有夠明白 這個還不夠明白 我也沒辦法了 了解齁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優雅的上車 你也要懂得優雅的下車 好吧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處理 可以吧 你一定要撐到最後尾盤的時候 你再處理嘛 開盤的時候30點可以處理 到尾盤的時候 將近100點你才要處理 你覺得要算誰的 不就算自己的 克服人性 克服人性 克服人性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喔 佳老師 這樣不通 你都是要跟我說結論 優雅的上車要優雅的下車 為什麼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好不好 我跟你講喔 今天佳老師要認證告訴你喔 面對這個行情 為什麼昨天告訴你說 你要懂得優雅的下車 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一定是有所本 好不好 有所本這個才是重點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件 看一個東西喔 來 我們看一下日限期的K棒 這個是昨天秀給大家的 我還沒有跟你講說 乖離訊號 有對不對 不是今天才出現乖離訊號 是昨天就出現乖離訊號 我就告訴你說 你要死掉 好 這個是第一個key point 好不好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好工具告訴我 乖離訊號產生的時候 這時候就開始要緊張了嘛 緊張了的時候 健康老師是不是跟你統計了 很多的數字來告訴你喔 我跟你講 你聽我的節目 你看到健康老師的節目 有個好處是 我都會教你邏輯 我不是說 三個後面 對我做來來你來你來 又不是來來哥 你來你來 你來 你來 所以請你記得 這個嘛 我不計算數字給你 我都用數字來說服你的 我不喜歡用感覺 低1.9109 漲到高1.9524 大盤喔 我講的是大盤喔 漲了4.5人 上櫃指數竟然只漲了2.9% 你有看過這種現象嗎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大盤在漲的過程當中 大盤是錢要比較多的 就是這個全子股嘛 錢要比較多的 才會漲得比較凶 結果比較大塊的 像這樣一般 三層的在那裡會味的味的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光看這個數字 你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們再看一次喔 大盤漲了4.5% 上櫃指漲了2.9% 用你的頭腦掐指一算 你也覺得這個盤漲了 快看起來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講 萬般拉台只未結算 又告訴你這個數字 那重點在哪邊 昨天是不是就告訴你說 請你記得要懂得優雅的上車 也要優雅的下車 另外我再跟你補充一個東西好不好 為什麼要告訴你這個東西 這麼說好了 這一陣子以來 抑或我們也每天都要幫 觀眾朋友追蹤籌碼 外資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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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他連酒 對連酒 那個姓哈的 知道誰是姓哈的嗎 Hello Kitty 一直一哈 你都不會覺得 Hello Kitty姓哈 不然叫姓什麼 姓哈羅 姓哈羅 建安老師要告訴你什麼 那麼用力的買 都買不上去了 如果要不是因為磨台要結算 如果磨台沒有結算 這個因素一拿掉 我已經轉償完了 假設我是外資 我轉償完了 昨天已經轉了18萬口 轉過去了 你覺得我還有什麼機會 還有什麼理由去給他撐上去嗎 沒有啊 不就是放過豬啊 你不然都會理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第三個理由就是這個嘛 你拼命押盤 然後我轉這樣轉完了 那你覺得外資還會空安嗎 而且你想一件事情 外資拼命買 我們的台幣一直在扁 你覺得外資是白癡喔 想一想 我進來 那個什麼股票拉不上去 賺不到價差 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要虧損會差 你覺得那外資是笨蛋嗎 這樣了解齁 所以這個理論基礎要記起來 三個了齁 好第四個理論基礎 建安老師有告訴你 你就不聽我的 來 不管任何結算有沒有 我告訴你周學則權結算 我告訴你台子請結算 我告訴你摩台子結算 是不是我有一個慣性 前一天紅的後一天都會黑 後一天 前一天黑的後一天是不是都紅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很明白的 很清楚的告訴你 昨天是開低走高 是收紅K嘛對不對 那今天有機會收黑K 有沒有那麼慘 只是我建安老師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那麼大的黑K棒 很搭根 對100點 將近100點的黑K棒 這樣了解嗎 所以建安老師論述這些 告訴你什麼 不是要告訴你說 建安老師有努力嗎 不是啦 建安老師最不喜歡說 我怎麼準不準 不是的 是要教大家要有境界 對大盤一定有境界 當你對大盤有見解 你在做當沖也好 你在做股票也好 就迎刃而解了 這真的很簡單 因為大盤是依歸 如果連大盤的方向你都看不懂 你告訴我你要看什麼 大盤還不用看財報 對不對 大盤不用看什麼 一月營收 還不用看什麼EPS 你只要看方向就好 你再看不然 你說高倍你會做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 了解 所以見解最重要 好不好 所以面對這個行情的話 我相信這樣子操作 你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來 我要跟你聊一個東西 那如果假設 我告訴你大盤 對 還沒講結論對不對 好我要講結論 所以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跟你講說 結算的慣性 一紅一黑 一黑一紅 這就是昨天 我是不是穿戰袍 我能夠使出的武器 我昨天全部使給你而已 只是你都沒有catch到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穿戰袍 我告訴你一紅一黑 我也告訴你 大盤的指數 跟上櫃的指數 我也告訴你 K棒的顏色是乖離訊號 我能夠告訴你的 我幾乎全部攤牌的 結果你說沒關係 反正今天也拉高結算 你拉高結算 也沒辦法 所以最後的結論 就是這個 摩台結算後 行情更精采 你相信見解老師 我不會框你 摩台結算後 行情更精采 搞不好明天 還會比今天更大的震盪 今天我們老師 無所本的 等明天晚之後 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 好不好 所以我們跟你講 摩台結算後 為什麼行情更精采 我已經給你結論了 所以請你記得 面對這個行情 你不會做的 聽江老師的勸 你仔細去睡好了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玩了 你真的有賺錢嗎 不要再玩了 好不好 所以要不然的話 你要有正確的方法 要玩可以 但是問題是 你要有正確的方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盤 算不算是一個空方趨勢 明顯是空方趨勢 開小低 然後玩的時候走低 幾乎收最低 只差三點 就碰到今天的最低 只差兩點 今天就最低點收盤了 所以今天應該是個空方趨勢盤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做錯方向 你一直接一直接 所以你就認為說等一下 那個什麼 那個外資一定會把它買上去 會拉高結算 拉高結算 真的有拉高結算嗎 結果是 所以重點在那邊 我講的是摩台 不是台子棋 所以這樣拉下來的時候怎麼做 我給你看一張圖 好不好 看了你就知道 今天你應該怎麼做 我們看一下 建安老師教大家的進階手法 好 這就是台子棋的十分鐘可以放 來 我解釋一下 今天的走勢在這邊 好不好 今天的走勢 這是昨天的走勢 建安老師不是有教大家嗎 當天會漲會跌是不是 贏家 劑量贏家多空很重要 到底是買盤 還是賣盤 來 你的眼睛告訴我 今天開盤第一根在這裡 每一根K棒開出來的時候 都告訴你 主人家 今天是賣方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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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齁 所以建安老師告訴你 是什麼 正確的方法真的可以 幫助你閃掉虧損 我們先不要講說 運用工具可以賺多少 我們就先 到底可不可以 幫你閃掉虧損 這個最重要的嘛 閃掉虧損 你就不會大賠了 不會大賠的話 這樣欠就欠就欠就欠也會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喔 來 工具告訴我什麼 不就是賣方嗎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想做多的 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就把你的部位縮小 部位縮小你也不會虧那麼大 那如果你做空的 來 Bingo 因為沿路都是積極的賣方 對不對 這樣了解齁 臉書上還有那個什麼 我們的網友問江耀老師 為什麼今天會下跌 你知道了齁 今天下跌的原因就是 買方跟賣方 因為今天賣方比較積極嘛 比較積極 價格就被推下去了 這樣了解齁 就面對這個行情就這樣 那最後 要跟大家提醒了齁 既然摩台結算後 行情更精彩 很多重要的數字 你一定要知道 這些數字真的很重要 新竹的觀眾朋友已經知道 因為昨天加上是 昨天晚上知道了 對 在那裡找 都在那裡找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打在哪邊啊 所以請你記得齁 來 2月份合約多空雙方換上成本 這是台子期的部分 多空交戰的點位 已經不是9479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9749守不住之後 就往下倒退路了 對不對 所以最新多空交戰的點位 打在9XX8 9XX8 還是兩個猜不出來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是什麼 摩台的換上成本也很重要 今天健安老師就會計算 計算完之後 明天早上8點45分的時候 健安老師就會在盤中教學營的時候 告訴大家 這樣了解齁 所以如果假設你覺得這些數字真的很重要 還是一句話 不要先洗掉 他了解就大條 那之所以這些數字要怎麼拿到 等一下健安老師在破口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樣取得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在外資的部分 其實態度有稍微的 好像轉彎了 或是停下來了 因為在今天這個籌碼面的變化 現貨就非常明顯了 怎麼連續第9天的買超 可是你看今天第9天 怎麼買這麼少 怎麼買那麼少對不對 姓哈的 又來了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江老師開玩笑一下 好來 三大法連外資 每次都買不上去 不敢買啊 就不願意買了 你看今天只買了1.6億 好啊就讓你表演啊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結算的時候 這根本就是法人盤 我一天讓空方表演 我一天就讓多方表演 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久了你就會發現 不要以為這樣 江老師有幫你做統計 還繼續記得 之前有幫你幾乎做統計 九成的機率都是這樣 慣性 這就是慣性 一紅一黑 一黑一紅 不要忘記了 好 所以三大法連今天外資沒有太大的動作 倒是自營商跟投信有沒有 毛起來賣 投信有沒有發現 投信難得會賣超耶 你就知道誰在裡面 當然也知道是八大寡谷王庫在裡面 八大寡谷王庫也算在投信的那個賣超裡面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總共賣超了37.1億 所以今天還跌了 你看才賣一點點 竟然可以跌那麼多 跌了86點 然後配名買又買不買 很害 好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就稍微中性偏空一點點 不能太偏空 因為只賣了37 那外資其實他也沒有賣超 那算是小買超 了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那個選擇權 期貨的一個部分 好 期貨買不上去 那當然就平倉了 一口氣平倉了將近6000口 所以進多單只剩下15000 然後自營商偏空超只有19000 所以進空單剩下54000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總共多少 還是一樣屬於進多單 不過 數字越來越小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 再偏多也可以 稍微偏多也可以 只是說偏空的那個分數越來越低了 畢竟是由多口數變成少口數 好 那一樣的 拉不上去 當然就把它平一平 對不對 進多單只剩下2000口 今天偏空超只有5000 然後自營商偏空超只有4100 所以進多單只剩下5萬 所以又低於6萬口的一個中高水位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大概只能稍微中性偏多一些些 偏多一些些 所以你會發現 你要在盤中記得轉彎 還是要盤後看籌碼之後才值得轉彎 你應該要盤中的時候你就知道要誰還桃了 因為盤中就告訴你積極的賣方 不就這樣嗎 所以請你記得籌碼很好用 但是問題是盤中的時候你就要第一時間做動作 不然的話等於是又來了 散戶的毛病又可能又犯錯了 好 那普攻規則昨天是1.21 對不對 今天來到了1.14 越來越小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中性偏多 不能偏多了 只能中性偏多 所以昨天的結論應該是對對不對 散戶多空的力道 Hello Kitty有夠強的 昨天在那邊擁有空單18% 對不對 如果嘉嘉老師沒記錯是-18% 下來的時候 浮浮的燈來真的有厲害 有沒有看到 0.94完全浮浮的燈來 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就只能中性看待了 所以Hello Kitty真的是躲在小台裡面 他沒有躲在大台 他是躲在小台 好 這個是籌碼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八大光骨航庫的部分 昨天三大法人買超 一樣的是站在賣超 賣了25.9億 賣了25.9億 好 那接下來嘉老師就不念準則了 我們就來看K棒的顏色 剛剛已經有秀過了嘛對不對 請你記得現在有沒有 我的看法是這樣 既然出現了乖離的訊號 也出現了回檔 我的看法是 他會進入高檔震盪 所以接下來一個行情是這樣 如果高檔震盪OK的話 好則橫盤整理 不好則拉回的紀律會比較大 嘉老師的結論會是這個樣子 好則橫盤整理不好的話 拉回紀律比較大 畢竟還是要修正 修正一下乖離的訊號 真的因為乖離有點大了 就會扯下來一點點的一個距離 所以面對這個行情的話 我認為這樣子操作 面對大盤你有概念之後 操作股票操作期貨 你就有所本了 所以請你記得 運用正確的方法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對 好那麼現階段呢 在選股的部分 這個股的部分呢 其實很難選 你看嘛之前呢 人家以為說 大型全職股好像大盤會漲 我來重壓一下全職股 結果今天台銀的臉電 紅海通通往下掉 台大電也往下掉 落賽 真的是落賽 那麼另外呢 小一點的好了 就比較稍微有一點點投機的 大魯閣 不是前兩天很厲害嗎 沒錯 今天一樣也落賽 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啊選股 對 嘉老師跟你講 面對股票有沒有 你真的還是一樣 大盤 股票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境界 你心裡要構定 你操作期貨操作股票 你心裡不構定 我跟你講 一大堆也沒有用 這也是為什麼 嘉老師每一次最後結論的時候 都告訴你什麼 運用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不是賣你股票 賣你藥 不是 是告訴你觀念 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不要想太多 只要當根K棒是當股的股票 是紅K棒 你就做多 如果是藍K棒 你就做空 那個不黃 不藍不紅的 你就不要理他 因為他不會動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來review一下 賽馬理論到今天的話 到底這些股票 是不是還是呈現紅色的K棒 來 5505的和望有落差嗎 沒有吧 還是多放趣事 對不對 8086的宏傑科 今天還是守紅盤啊 對不對 8016的細創 今天還是一樣稍微 小拉回一點點的一個狀況 也是紅K棒啊 對不對 4938的和望 今天早盤要突破新高 對不對 雖然有小拉回的狀況 不過無損於 他是多方趨勢的格局啊 對不對 好 2409的一個友達 沒有變成藍K棒 合理價值 了解 來 然後另外一個9938的百合 有沒有發現 還在高檔 所以操作期貨 操作股票 我跟大家講 操作股票的原則就是這樣 運用工具所選出來的股票 你的節奏要放慢一點點 你不要每天在那邊衝進衝出 你又不是在做當衝 股票不要做當衝好不好 股票如果做當衝好到誰 好到東角的 什麼叫東角 東角的啦 什麼意思 券商跟政府最開心 你來後 你下單越多越好 最開心 他給你蓋個章 逢年過節的時候 還提理由去你家 不要這樣子做好不好 那個叫慢性自殺 運用工具所選出來的股票 你要給他時間 這就是波段嘛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操作股票 操作期貨 不就是這樣 所以江老師要給你一個結論 好不好 其實操作股票 跟操作期貨 把握一個原則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市場 跟期貨市場好像很難賺得到錢 我跟你講 你想太多了 為什麼 我跟你分享一個名言好不好 這是索羅斯 索羅斯應該比江老師有名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索羅斯他說什麼 市場是愚蠢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聰明 為什麼 你不用什麼都懂 但是你必須在某一方面懂得比別人多 那江老師教你是什麼 不就是在K棒的顏色的運用當中 比別人多就好了 紅的你就做多 藍的就做空 其他的你就 疼掉了 不要聽 因為聽那個都沒有用 這樣了解齁 所以如果你覺得 江老師跟你講的 欸這個感覺好像這個 邏輯是通的 那怎麼辦 江老師教你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跟你分享四個活動好不好 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要跟大家分享 新竹的觀眾朋友已經知道了嘛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封關前策略 期貨當衝跟波段到底要怎麼做 股票操作重點在哪邊 多空加戰的點位跟法輪歡張成本 建安老師一樣會在這個免費的活動的過程當中 全部接牌給你看 所以多空加戰的點位很重要 法輪歡張成本也很重要 除了這個以外 還要跟你分享一個 交易員巔峰課程 除了這個以外 這次怎麼這麼忙 建安老師要跟你分享一個 好康的 很久建安老師沒有出 沒有跟大家講好康 一人出一半 感情比較不會痠 什麼意思 一人出一半 感情比較不會痠 如果你想了解的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一定對大家有幫助 不要忘記 訊息在活動的過程當中 法輪歡張成本 跟多空加戰的點位 建安老師會一併的 跟大家分享 對 我們稍後還有更多的分析 要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成本大人 百年成長的老方子 相信我乃哥 給孩子的選擇 請指名 鄭達 等大人 請指名 鄭達 等大人 群體追 有精神主任 來了 快來兩立 L.S. 深呼吸 讓向良直出腦門 打起精神 向前進 L.S. 決定有精神 全金屬一體成型 品味絕對 Samsung Galaxy A 甜美粉遇見潮流金 憲政戀愛中 Samsung Galaxy A 如何迎接洋洋得意紅包年 運用工具成為旗鼓達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月31號台北桃園 2月1號台中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02-2506-6808 打破拼面世界 HRAM取面易經 有行 看見完美曲度 有色 串聯精彩網路 何蓮赫TV 世界真美 HRAM 如何迎接洋洋得意紅包年 運用工具成為旗鼓達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月31號台北桃園 2月1號台中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好 歡迎回到旗台論壇 說這個摩台結算過後 行情更加精彩 精彩 今天看得到一些跡象了嗎 好的 嘉老師告訴你好不好 今天你聽解盤 最多一句話就是 多方趨勢拉回早買點 對不對 不要忘記的是早買點 不是買早點 不然就因為 宵夜午餐全部買光光 是不是這樣 不要去猜 是不是多方趨勢 不是分析師說了算 是市場說了算 所以每一天 一定要按照K棒的顏色去操作 好不好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以期貨當初為主 請你記得盤整盤 請你用15分鐘的K棒 順勢盤 請你用10分鐘的K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所以你會發現 喔好精彩喔 這根本很難操作對不對 沒有錯 今天如果你運用基本手法的話 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剛剛好 真的沒有辦法應付這個盤 因為你會進去又被洗出來 進去又被洗出來 今天算是一個虧錢出場的一個狀況 這是基本功 但是嘉老師有跟大家講嘛 運用工具不是只有基本功而已啊 還有進階的一個手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進階的手法 是不是嘉老師一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過就是運用這個圖形啊 因為今天賣方比較積極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做多的 請你要記得把你的部位控緊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空方有力 如果假設你是做空的 運用積極的方法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在下一根的開盤下來 幾乎是9497 幾乎是當天的最高點 空下去的話 一路到9455的平倉 這不是OK嗎 這是屬於進階的一個手法 所以請你記得 運用正確的方法 不是只有一招 嘉老師 因為這只有30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必須要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告訴你 記得手機率就好 不管你是學季階的 不管是學基本的 只要手機率 時間拉長 你一定可以大賺小賠 把握這個原則就行了 好 剛剛一問我說 到底有沒有那個跡象 我跟大家講 跡象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 數字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這些數字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跡象有 你也不知道它會守在哪個地方 所以法人換場成本 超重要 真的很重要 2月份的 然後呢 多空加上的點位 已經不是打在9479 已經越打越低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是9XX8 大概坐在哪邊呢 江老師跟你講 9XX8 另外一個2月份呢 那個法人換場成本也出來了 今天晚上的話 江老師就算出來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活動重不重要 江老師要跟你論述的就是 請你記得接下來的行情是 摩台結算後行情更精彩 如果你想要知道 江老師的理論基礎是什麼的話 就在這個禮拜六 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建安老師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封關前到底有什麼操作策略 期貨當充跟期貨的波段的要點是什麼 股票的操作要點又是什麼 多空加上的點位 跟法人成本 當然要是跟大家分享嘛 江老師不是那一種有沒有 你來的操作的就這樣 不是那樣 我還要教你怎麼用 不是只是把數字給你而已 數字給你很簡單 但是問題是 教會你怎麼用 這個才是重點 不然你不會用 你操那麼開心幹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記得 這一次活動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四個東西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要跟大家分享 交易員巔峰課程 除了跟大家分享 交易員巔峰課程之後 還有一個東西 建安老師從來很少辦活動 對不對 一人出一碗 感情比較不會痠 什麼碗歌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對你好像很有幫助的話 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請你記得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好好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廣告裡面的訊息 一定對大家在操作期貨 跟操作股票很有幫助 對 好 原本這個多方比較這個 勝算高一點 現在看起來好像被空方 有點壓著大的感覺 到底整個這個多空交代點位 改變到哪裡呢 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今天感謝你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